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轰斗韩国法律界的离婚诉讼 根据韩国律师事务所 且哈德崔律师表示 一位非常有财力的夫人 因为无法忍耐丈夫使用自己的财力 去做一些让人作偶的事情 所以委托他们起诉离婚了 这对夫妇有两个成年儿子 大儿子拒绝了父亲丁夏的结婚对象 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了 因此这位父亲就用各种方法 欺压大儿子夫妻两个人 看到这种情况的小儿子 就与父亲丁夏的女生结婚了 父亲非常满意 对小儿媳妇非常好 也给了小儿子夫妻很多金钱上的志愿 但是后来发现 小儿媳妇竟然是父亲 长久以来出轨对象的女儿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小儿子在结婚不久后 发现老婆已经怀孕了 而孩子的爸爸竟然就是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委托人的丈夫 整理一下就是 委托人的丈夫不只是有一个情妇 甚至是与情妇的女儿也交往了 而在得知情妇的女儿怀孕后 就让自己的儿子跟他结婚了 结婚数十年来 忍受了丈夫一切无耻行为的委托人 在看到自己的丈夫若无其事地 将情妇的女儿跟私生子 当成儿媳妇与孙子 依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后 决定提起了离婚诉讼 但是在这里令人傻眼的是 小儿子接受了父亲承诺的 金钱志愿条件 决定与爸爸的情人维持婚姻状态 将自己的弟弟当成儿子来养育 哇好肮脏 我到底是看了什么 在电视剧里也没看过这样的狗血剧情 狗血剧也应该没想到要写成这样吧 现实果然更残酷 哇在这里最放掉的人是小儿子 当然那个父亲也不是个人 再怎么喜欢钱 能跟父亲的情妇当夫妻生活 脑子里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话 能这样选择呢 有其父必有其子 都是为了钱所以维持婚姻 小儿子应该也会有情妇的 对于这个离婚诉讼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